金砖国家朋友圈迅速扩大 直接把日本想孤立中国的想法给破灭了 这日本现在是美国的马前卒 这次六个国家的加入 阿根廷、埃及、埃塞奥比亚、伊朗、沙特、阿联酋 遍布南美洲、中东还有非洲地区 申请的几十个国家 为什么选择这六个 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玩法 就像七国集团还有G20这些组织一样 都得有人牵线 互相配合 就像朋友互相推荐一样 中国跟沙特贸易多点 巴西和阿根廷都是彼此最大贸易伙伴 阿联酋之前是印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这两年被俄罗斯给顶替了 然后俄罗斯和伊朗之间都不用多说了 而埃及和埃塞奥比亚都跟中国的贸易关系密切 这些所有新加入的成员国 大家都是经常合作的伙伴 也就是说除了埃塞奥比亚的经济不好之外 这些国家GDP最低的都是3000亿美元起步 想进入都得有门槛 至于埃塞奥比亚加入进来很简单 就是经济活力在非洲是相当高的 至于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都不重要 关键也没有被殖民统治过 之前的经济增速也保持在7% 这几年大行驶都不好 也能保证在3.8%的增速 以农业为主 工业基础薄弱点 可是在东北地区相当配合 这就是一个活力十足的国家 那么另外几个国家就各有特点了 沙特伊朗阿联酋和埃及 首先地域面积都不小 接着就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 这几个属于能源国家 阿根廷和埃塞奥比亚属于农业资源国家 除了阿联酋人口少一点 其他国家显著的特点就是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这六个国家差不多4亿人口 那么这个朋友圈彼此都是互助性 而中国是制造业地表最强 那么制造业跟能源互相结合 科技跟贸易全球大连度 金砖的影响力势必在上升一个重要台阶 每个国家都在各自的区域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中东地区这几个国家都是各顶各 尤其是在非洲区域 最近尼尔局势不稳 那么对这里的影响力应该是极大 等到明年俄罗斯举行峰会 一次加入六个会员 那肯定会让更多的国家进入进来 说不定会有十个甚至二十个进入 但这都需要时间 三五年不算短 因为这是十多年来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容 至于美国会不会着急 那是肯定的 看看金砖峰会之前 美国首先瞄准的就是离自己最近的阿根廷和巴西 阿根廷的竞选总统 目前得票率较高的米莱就是彻底投入美国的怀抱 但是阿根廷首先不能忽视自己的经济问题 北京和巴西的贸易在那摆 美国挑拨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香港的话 因为在巴西和印度那里 痛得一鼻子灰 感谢观看